嗨 大家好 因為前陣子漫威電影的討論度非常高 包括《復仇者聯盟》還有《蜘蛛人》的部分 那我個人當然也是第一時間就馬上重續看 看這種漫威電影的人還算蠻大眾的 不過其實我們身邊大家應該也有那種 完全不看這種英雄電影的人 那所以今天呢我就準備了第一屆 如大家所見 我已經安排好這16位英雄的一個精美對決表 好 我們今天呢就要來觀察我們 幾乎不看英雄電影的MISS A 究竟呢在對這些英雄只有一些初步的印象之下 這些人對英雄會有什麼樣的有趣的解讀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附帶一題呢 我已經把我今天覺得MISS A會選擇 誰為冠軍的答案寫在這個值裡面 沒錯 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猜猜看 那我就把這個值錢壓在我的電腦底下 那最後我們就一起再來揭曉這個答案喔 好的 我們的受試者已經就位啦 大家好 我是平常都不太看英雄電影 但是每一次都一定會聽他講解的人 沒錯 我每次都用嘴巴把所有完整的劇情跟他講 所以他對這些英雄的了解度應該是5%吧 我現在沒有 大概是20%左右吧 畢竟我每一個劇情都是全部都知道啦 是沒錯 但反正沒有到87%這麼高 所以呢我們現在馬上就要來進行第一輪的PK賽 來 我們就是左邊這一張 你知道他誰嗎 我知道啦 就是某個 某個 對 某個機器嗎 某個機器 啊 戰爭機器 啊 戰爭機器 或者是 獵鷹 我可以告訴他他就是戰爭機器 OK 那他是 他就是寫 好朋友 沒有 他就是那個軍官 倒下來 對 Borken Borken 對 然後 來看我們右邊 好 他直接進下一輪 直接進騎士 我們話都不用說 我超級喜歡他耶 不知道為什麼 他還蠻神秘喜歡鷹眼 第一眼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鷹眼 應該是說因為很多英雄他們都可能有特殊能力 或者是被強化過的技能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是人類 對 他是一般的人類 很帥耶 他在人類裡面強 是嗎 對 一般人強 OK 好 晉級 好 我們現在下一趴 哪個來 我知道 洛基啦 這是誰都不知道 我都是洛基啊 洛基就是讓大家爽心爆發 那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位 我現在安排的很棒對不對 你知道就是 兄弟的品牌 雷神索爾 兄弟是普通的泰克 所以我蠻想知道你是喜歡這款 因為對於我來講 洛基應該是 有那種就是 英倫 對 英倫的氣質 那索爾的話就是比較硬 對不對 索爾 索爾嗎 他現在就電話馬洛基殺掉 我覺得我要結束這個 這次節目 沒有了好吧 就是覺得OK 那我們就是索爾 美國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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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沒有要看是不是 美國隊長 然後 你知道我們的右邊 你知道就是獵嬰了啦 對啊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這麼快 謝謝 美國隊長你要 因為你像他照片寫出來 接下來我就要展現他的特色 就是你知道他的 健壯肌肉跟 美國翹臀 我就是 應該說他在英雄裡面 他是 我覺得非常非常正直的人 我很喜歡這種性格的人 所以你對著獵嬰母的話可說 他是好朋友 可是 只是 喜好不同而已 你知道耶 我知道 我知道大概20% 對 這樣不錯 好像美國隊長勝出 再來下一個 沒錯 沒錯 黑豹 黑豹 我應該寫作業 然後看了不下五次的黑豹 所以我要投黑豹 真的假的太累了 這兩個人 我都有細膩的安排 他們倆都是有錢人 對 他們倆都很有錢 對 但是你比較 因為你對他比較熟悉 而且我也喜歡他的個性 性格 對 有一個王者的氣質 我覺得很好 黑豹其實他感覺有點 就是太 鋼鐵人我知道 因為他一開始的形象 就是比較花花公子 那一類 看到後來的人會覺得 他有很多成長或進步 他也是一個 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所以他粉絲很多的完蛋 沒有啦 這是我們個人喜好 角色都很有魅力 對 但我們個人喜好 因為他對黑豹太熟 看五遍也就蠻厲害的 寫報告 非常熟悉 所以我們這一輪選擇是黑豹 啊我真的 真的選我不行 真的有什麼喜歡 我真的跟你喜歡 我超喜歡的 真的假的 我選不出來 對不起我放進這個遊戲 我們又要放電 對不起 不行欸怎麼辦 因為我非常喜歡 奇異博士的聲音 而且他這個氣質非常好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你放他進來的話 我一定會選他 媽媽本來酷寒戰士旁邊不行啊 因為我 我也很喜歡酷寒戰士 天啊 我的天啊 欸我覺得我酷寒戰士 到底頭很放 他有一種你知道 就是所以一種魅力就是 而且他在電影裡面的髮型 我覺得 其實蠻crazy的 我覺得很好看 很好看是嗎 不知道我要選誰 真的嗎 可是你必須要做決 這就是 世界就是殘酷的 就是你必須要做出 人生的抉擇 欸我這麼快就做出人生的 酷寒戰士 還是酷寒是不是 對 跟酷寒戰士在一起 我會選酷寒戰士 好吧 對酷寒戰士的愛 再深度一切 抱歉 那我們就好下一輪了 好 你知道他誰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左邊這邊是誰 好沒關係 那你知道右邊這一位嗎 蜘蛛人 喔小蜘蛛人 我們新的可愛小蜘蛛人 好啦 我要跟你解釋一下啊 左邊是蟻人啊 我知道蟻人 蟻人其實我覺得他很帥 而且你看出來他幾歲 40吧 差50 差50 我就是可以想像真的很厲害 我要活他嗎 我之前也嚇到 超級成熟男人與 小鮮肉 大叔跟小鮮肉 對 的那個 對 終極對決 蟻人就是 他就是很愛連消微 蟻人 他上次那個 有一個廣告海報 然後比愛心的那個 喔 是啊 跳得也太遠了 那又更 更深的 成本級的垃圾花 那我選蟻人 OK 成熟美女 獲勝 你知道 你知道左邊這是誰吧 這可以用嗎 可以用嗎 我選他 這是我們的局長嗎 對啊 我選他 你選他 還是因為你知道右邊是誰 右邊我要跟姐 他是新爵 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知道他這會有出現 可是因為前面是 他就是會在那邊dancing 跟挺遠 我完全沒有看過 這個你好像也沒有跟我講過 今天部區也是比較有趣一點 一定要和我講過 所以我對他完全不熟悉 沒關係我們立刻進行十六強的最後輪 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是浩克啊 你不知道這是 欸 Good I'm good 很可愛啊 不可愛嗎 因為我也不認識 喔 那是誰啊 他也是心技衣工隊的嗎 那我真的 真的不認識他欸 我很抱歉 可是他長得很可愛啦 然後浩克 這個我喜歡 因為 他很聰明 就我知道他跟鋼鐵人一樣 都是屬於智慧型角色 那你是喜歡他 變綠色索嗎 我喜歡他 性格比較分開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在一起之後 出復性態的 就好聰明 可是有那個阿粉 插萌我覺得超可愛的 對 第二輪淘汰賽 開始 好的 我們立刻就是 從剛剛淘汰了八位帥哥 但沒關係 我們還有八位帥哥 對 欸好樂觀喔 好第一個來我們看一下 這就是你 鷹眼 立刻 但你剛剛 你剛剛選雷神也是蠻果斷的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又果斷淘汰 什麼意思 就是我喜歡 我比較喜歡鷹眼 其實你喜歡那種 平凡妝帶有一點特別的 對 這樣子的一個款 他也很愛老婆 沒錯還有小孩 是愛親愛子 愛朋友 好吧 那我們第一輪還是鷹眼 鷹眼 OK 那我們繼續看這個 喔這個尷尬 對 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個人還喜歡左邊啦 我也沒有想到影響的意見啊 就是 然後身材練得這麼厲害 還蠻困難的 黑豹身材也不錯的感覺啊 對啦 因為他穿緊身衣 其實他都穿緊身衣 緊身衣的一個挺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嗎 那你要給大家一個解釋 不然他們都以為我影響 這個到底笑什麼 因為我還 所以這兩個其實我很了難 是因為 他們都是很重的 對 所以你有點難學 OK我幫你 稍微質疑 好你不對勁 謝謝 OK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下面兩位 酷寒戰士 謝謝 掰掰 不是才剛進入嗎 沒有辦法 酷寒戰士就是會直接 對 立刻下一組 我本來想 欸局長會不會 第一人立刻討論 沒禮貌 我很認真地分析耶 就是把他一直 對 分析他人格什麼的 然後我們不只看外表 就是你知道他的臉條 必須要看一下 所以你要選 我覺得他比較選 結果還是黃泰 好可 好的我們現在 是強賽 來我們第一組喔 就很艱難 對 我隊長最後還可以找他愛人這個 對 也蠻感人的 對 欸你又知道耶 對我講 對不起 我跟你說我就是都知道劇情 好啦我知道這個 這是鷹眼嗎 好鷹眼 就是一個為難的沈默 好那只好繼續鷹眼 無奈的笑 對爸爸繼續打拼下去 好 另外一組 另外一組 我真的有點異味 後客人很能打 還是我後面幫他安排太簡單 酷寒戰士 其實我 因為找了他的圖片 我看一些時裝這種 其實他真的還蠻帥的 因為我之前 之前一直不太理解 就是他在裡面有點 那個你知道 頭髮有點多的狀態下 我沒有很了解 那你有機的長髮 喔不是長髮 因為柔順 喔喔 我們要柔順 這兩樓選不出來啦 鷹眼跟酷寒戰士 沒有辦法是不是 那我們來纏續一下他們優點 鷹眼的話大概就是 視力很好啊 對 可能他有點遠視吧 那酷寒戰士 酷寒戰士 我光看電影裡面 我真的不是太理解 我沒有要攻擊他 我就希望他頭髮可以揉順一點吧 就是 所以我現在就很了解 我本來是在這兩個樓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選 我想要看 我要選 鷹眼 他有點難過耶 比斯品也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淘汰一個 對 淘汰了我一個 嗯 外形很喜歡的 一個英雄 但是其實就是一個 殘酷的活動 沒辦法 今天冠軍就是鷹眼 第二名是酷寒戰士 硬要第二名 對 他們不能雙掛冠軍嗎 不行 好 其實我還是有點大開眼界的 我沒想到你的腦回路去這一種 是嗎 對 因為過程中有一些 我還以為第一輪就會淘汰之類 然後其實活得還蠻久的 那你自己覺得我會選誰 我覺得呢 雖然過程有點意外 我答案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壓在電腦下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猜對呢 我來公布我的答案 來 覺得很準意 一 二 三 噢 你畫了一個深邃的眼睛 所以是 忽然戰士嗎 PPM 對啊 我畫得多好 就是 閃亮就是 很好的視力 剛才有沒有 對 然後還有車比特技 喂 亂講 這就是你講 好啦 我覺得 不管再怎麼意外 我還是猜對了 恭喜你 對 不管大家喜歡的英雄有沒有在上面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可能有第二屆啊 數不定啊對不對 因為以後會繼續產出更多英雄嘛 對不對 就是 我們可能以後再見啊 其實我蠻想知道你覺得 美國隊長跟洛基 我比較喜歡 你會比較喜歡洛基 你常講他 嗯 真是 太扯了 就角色而言我 我比較喜歡美國隊 太扯了吧 那你都會講洛基啊 如果綜合他這個整個人 然後他平常的樣子之類的 我是比較喜歡洛基 那我不懂你耶 對 你不懂嗎 我會覺得 我很抱歉 大不夠懂 大家覺得今天的觀察有趣嗎 不管是一些漫威的英雄電影 是不是你的喜好呢 也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沒錯也不要忘記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